针对喜剧脱口秀演员Jocelyn Chia侮辱马来西亚的事件 巫统青年团和马青总团组织集会前往美国驻马来西亚大使馆进行抗议 80多名支持者在下午20日陆续抵达集会现场 马青总团长王小婷也带领约10名团员前来声援 警方驻守现场与代表进行谈判 最后允许两名代表进入大使馆 将被忘录交给使馆 巫青团团长莫哈莫·阿克马在记者会上表示 他希望政府禁止Jocelyn Chia入境大马并进行任何形式的表演 同时呼吁相关部门采取行动 他说马来西亚不应该被如此对待 同时提醒人们不要随意伤害马来西亚人的感受 马华青年团总团长王小婷表示 他以马青的立场认为 Jocelyn Chia的言论是不恰当的 他说 昨天已与 莫哈莫·阿克马联系 双方达成一致意见 认为有必要前往美国驻马大使馆递交备忘录 他强调 马航MH370的遇难者家属 不仅包括马来西亚人 还来自各个国家 因此发言者应该时刻保持高度敏感 以免伤害到家属的感情 示威活动在下午3时15分和平结束 没有发生任何不愉快事件 不少网民认为这是政治炒作 由于Jocelyn Chia来自美国国籍 在大使馆抗议基本上没有任何实际效果 首相拿督斯里安华25年后 再次出席巫统大会 他坦言对大会的氛围感到舒适 并表示自己还记得巫统党歌 尽管在巫统大会上 阿莫·扎西呼吁释放纳吉的信息 但安华强调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比他在巫统的个人经历更为重要 他说最重要的是 妥善履行对国家的职责 个人经历固然重要 但不能凌驾于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之上 安华是在离开巫统大会时 当被问及重返政治舞台的可能性时 这样回答 这次的经历很特别 通过这个团结的平台来巩固政府 造福社会 他表示他履行了对国家的责任 因为只有巩固政府 人民才能从中受益 因此 我确实感到舒适和满意 因为我已经习惯了这种巫统大会的氛围 当记者询问他是否还记得巫统党歌时 安华笑着回答 还记得 还记得 同时代表行动党出席巫统大会的行动党秘书长陆兆福表示 在组建了团结政府后 政党之间的冲突已经结束 他说 任何与团结政府盟党相关的过去事件都应被遗忘 不应再被提及 以促进国家的稳定 他说 我们无需再谈论这些 就像我们之前所说的那样 我们已经组建了政府超过六个月了 因此 如果我们继续争论过去的事情 这将是没有尽头的 内阁已经在运作 这六个月来 我们每周都在内阁会议上坐在一起 目前 团结政府的政党之间没有出现任何兼容性问题 陆兆福表示 目前最紧迫的任务是团结政府的盟党向前迈进 并集中精力应对其他挑战 包括经济和国家发展 这需要共同行动 他说 我觉得所有的政党都心胸开阔 各党的领导也展示了高度的承诺继续共同合作 我认为我们必须尊重其他人的意见 但最重要的是 各党领导人已经达成了非常清晰的共识 针对乌清团要求行动党道歉一事 乌统熟理主席兼国防部长拿督斯里默哈默哈山表示 若民主行动党愿意向乌统道歉的话 会更好 他认为这并没有问题 而且是个很好的建议 他说 若行动党愿意向沙拉越人民道歉的话 那么对乌统道歉 也不会成为问题 他形容 因为双方正在一个政府内合作 大家必须去做对未来有好处的事情 宾州首长曹关尤指出 如果西蒙成功在下一届州选举中 胜选并重新掌权 执政联盟将包括乌统领导人 然而他表示 入阁的乌统领导人必须在预计于7月举行的州选举中获得选民的支持 他说 这取决于选举结果 如果他们没有赢得任何议席 他们将不会进入州行政议会 因为我们没有法律规定允许任命未获得席位的新成员 他还指出 这反映了我国当前的政治格局 昔日的竞争对手如今成为了团结政府的合作伙伴 在过去的7个月里 我们一直在中央层面展开合作 而即将举行的州选举将进一步加强州属层面的合作 他表示 西蒙和国阵之间的合作将在州选举期间继续进行 关于与国阵的议席分配问题 他表示虽然进行了数轮谈判 但目前议席分配仍在进行中 因为提供给各方的席位分配方案 无法令所有人满意 最终的议席分配决定将由各党领导人做出 此外 曹关友还证实他将在6月27日 与宾州元首敦阿莫扶资会面 以获得在6月28日解散州议会的同意 巫统最高理事伊山加利尔表示 他将不会在即将到来的州选举中支持行动党的候选人 他表示 他的首要任务是支持巫统候选人 以确保他们能够击败国盟的候选人 他说 行动党可以在他们竞选的选区照顾好自己 因为他们有华人选民的支持 所以我们不必担心 即使没有巫统的支持 他们也能赢得选举 他补充说 如果有人对我的言论不满 那就由他们吧 伊山加利尔在脸书上发布的视频中表示 他一直坚持与行动党合作的观点 并且不像巫统前总秘书 安努亚穆莎那样左右摇摆 他说 在上届大选之前 有人问巫统是否可以与行动党合作 我说这很困难 因为我们的意识形态不同 可以回顾一下 在第15届大选前后 以及团结政府成立后 我对此的回应 我一直都坚持这个立场 他表示 相比之下 安努亚穆莎曾表示 行动党与巫统之间的合作并非不可能 但现在他却改变立场 开始批评我们 雪州大臣阿米鲁丁表示 西蒙与国阵在即将到来的州 选举的议席分配事宜已激进完成 仅剩下三个议席尚未确定 阿米鲁丁表示 议席分配的进展非常顺利 原本还有七个尚未确定的议席 但现在只剩下三个 他说 在上周三的西蒙会议上 我觉得西蒙已经做出了决定 现在只剩下首相和副首相做出最后决定 从过去的 85%一席分配进展来看 我们已经非常接近完成 换句话说 原本尚未确定的七个席位已经减少到23个 或者说已经完成了90% 他补充说 雪州北部的一席分配已经完成 可能只有一个席位还没有确定 从沙白到家谱的席位已经谈妥 只剩下刮雪区内的一个席位尚未确定 因为据说雪州北部是国阵的大本营 所以一席分配进展的比较快 这也意味着 我认为 具有极大获胜潜力的席位分配进展顺利 此外 当被问及雪州议会解散的日期时 阿米鲁丁表示 他们已经选定了几个日期 并希望在雪州议会自动解散之前 即6月25日之前宣布解散的消息